三中夕午法國修 古版為期一個多月的比亞美典 展出年紀比亞新的藝術創作 包括剪紙、書寫、雕塑、丁丁的作品 可以看出五中華國修 在藝術上的開講感動力 對藝術提供相當重視的三中夕午法國修 進行在學校古版比亞美典 今年比亞美典跟學校的空間結合 讓學生以各種形式來進行藝術創作 今年五中華國修的畢業主題是一起吧 我們從學生的教學 然後到課程的設計 到舞台的展現 學生展現的是他們的創意 其中我們很注重的是畢業生的集體創作 畢業生集體創作我們一起構思討論 最後把成果展現出來 可以讓學生的畢業作品 留在五中華是值得紀念的一件事情 我們學校有一個傳統叫畢業製作的部分 那我們在帶小朋友在他美術課的時候去設計 怎麼樣的設計方案 能夠當作學校的禮物送給學校這樣子 所以在這裡面有一些小模型的立體製作 那當然也有平面的創作 可以吸引大家來欣賞一下 餐電學生也可以對自己的電出作品 熱情的分享創作心得 其實對整個比亞美典的主題和概念 也都可以上色介紹和說明 所以我們就共同創作一個計畫就是秀櫻花步道 那是我們五華國小的校花 然後呢每個班級都會就是製作一個秀櫻花步道的計畫 讓自己創作的自己的想法 第一時間我就想到媽媽 而且我跟媽媽都喜歡玫瑰花 然後就想說做完之後就送給媽媽當成她的生日禮物 而且之後畢業之後也剛好也是她的生日 就想說當成她的生日禮物 所以人家記得比亞新在六月中就比亞吧 但是好好決定把電機安等到六月底 希望學弟妹可以利用下課的時間 好好來欣賞學長姐 讓學校的紀念創作 接下來本件卡的連金爐三中拆紅報道 我們下課了